HELLO 大家 相信大家都有被這集的七海震撼到 我也完全沒有想到這場單方面的毆打可以正沒有破例 想聽到有人說做術師有時更像板牌 從前幾集的五條與這集七海明明的表現 我想這句話也不是沒有依據 同樣的這部影片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社谷篇第七集中哪些訊息可以補充的 1.等級 我覺得這集想要傳達一項很重要的資訊就是等級 術師依照能力會被劃分成不同的級別 而我們這些觀眾一直都是用上帝視角在看這部作品 主角的幽人身邊不管是術師還是咒靈都是故事中的佼佼者 相較之下吉他人就略顯普通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術師通常能到達二級就已經擁有不錯的水平了 像豬野、戈基他們都是優秀的二級術師 也可以應付大部分的情況 但在特級的五條身邊就顯得非常頻繁 所以夾帶特級與二級之間的一級術師實力如何 就是這集想要傳達的重點 在這集中一共出現三位一級術師 明明七海跟植皮人 除了植皮人外前兩位一級在看完這集後 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的實力了 除非對手是特級不然都是虐爆 幾乎在完全沒有使用術師的情況下就獲勝 我相信七海不用也可以打爆對手 在第二季的第一集中 類言四有說過 真正帶領術師前進的其實是一級術師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了 是五條物跟那群特級宙靈太誇張 不是其他人很弱 二 幽人與會的對話 當諸也被因為將人數而復活和聖兒打敗後 幽人跟會也決定分開行動 一位先將諸也送去急救 一位前往五條所待的地下五樓 這時他們有一句對話在之前就已經出現過了 只有你敢死的話我就殺死你 這是在佳樓戰與花域對戰的時候 他們兩個換手時 會也就曾經這樣對幽人說過 幽人也把這句話記住了 在這裡用一樣的話來回應會 小之多這組組CP好像也不錯 三 打動下二 在定期與窗面交戰的過程中 被突兀起來的攻擊打動下二 當場失去行動能力 打動下二後身體會暫時無法動彈這點 相信大家在很多剁品中都有看過 那當中的原理是什麼 人的頭部是有警覺的支撐 如果下巴受到外力重擊 該部位有著風部的神經系統 當它受到重擊後會向腦部傳送信號 提醒中速神經自我收縮 保護腦內部細胞 所以在順速收縮的過程中 人體會瞬間感受到暈眩或昏迷 喪之行動能力 大致上有點是這樣 有興趣的可以再去搜尋相關的文章來看 四 重面的術士 這集中最讓人不愉快的角色 就是咒詛師的重面春泰 從他的行為橘子可以感受到他本身並不強 但他的術士非常特別 在這集中有隱約提到一點 重面的術士是幸運 透過將平時小小的幸運累積起來 到了危機關頭就能躲避掉危機性命的攻擊 這術士用得好真的會非常BUG 但累積起來的幸運是有限的 當數量用完也就是術士失叫的瞬間 重面他只知道術士的用法並不太了解細節 累積起來的幸運多寡 可以從他眼角下的圖騰來判斷 第一次躲避盯期的攻擊後 左眼下的圖騰少了一條 代表他已經使用了一次的幸運 後續就被欺萊痛厚 每次的傷害都是足以危機生命 所以每打一次的幸運就會消失一次 就目前來判斷他一攻可以躲避到六次的危機 那他被欺萊打死了嗎? 這過幾集後會有解答 5. 加班時間 我們都知道七海平時會利用束縛來保留實力 他的束縛就是開始工作前的8小時只用80%的力量 超過規定時間後就可以使出120%的力量 而從涉骨事變開始他就一直是加班的狀態 所以這段時間內他就是用120%的力量在輸出 再加上自己的學弟一滴隻受到重傷 那他現在非常不爽 所以在每個重面時才會感受到那麼強的壓迫感 好,來上次這集可以分享的內容 要說這集是七海最精彩的時刻一點也不過分 下一集開始就是我很期待的優人隊張相 在看漫畫時覺得這段打鬥非常精彩 相當期待動畫的呈現方式 後續等到集數推出後會再做影片與大家分享討論 上次內容中有錯誤或是可以補充的地方 還請在留言區幫忙補充更正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